劉勒衫交紙癡 死事短訊話好病 福島五十人以生命保護所有人 死守福島第一核電廠 六個反應堆冷卻系統失效 廠內輻射飆升到600毫希 暴露在150毫希輻射已開始嘔吐 他們還向反應堆噴水的智慧隊和消防員 可想言之多危險 但死事的裝備原來是簡單而稀讀 只得口罩眼罩 防護衣甚至有拿 只是用膠紙勉強黏住 裝備不足只是能夠拿著的電筒 在迷宮的設施裡攀爬 涼水短缺只剩下餅乾或丁丁飯 有工程師根本就吃不下 不過死事日以繼夜為反應堆降溫 起初還會向太太發短訊報紅 我還好喝 不過四天之後已漸漸絕望 電廠邊吃水已經沒有了 我還好像病了 看到妻子心都裂了 死事深知這是自殺式任務 一早已豁出去 你要好好活下 我可能有一段時間都不能回家 未經證實的報道說 已經有一個死事接觸了強烈的輻射 另外超過20人受傷 有專家猜過七成死事 可能在兩個星期內死亡 台灣有善長捐出13萬港幣 指明是用來照顧福島50人和他們的家屬 死事其實不止50人 他們分組輪流執勤10至15分鐘 有消息說現在已增加到279人 於是 現在的時間都是 一定是 感谢观看